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龄,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984集 夏小兰理解不了毛康山的得意 也不知道他刚拜的老师对他寄以厚望 收进门的还没交呢 已经想要夏小兰挽起袖子和宁艳凡一较高下了 毛康山仔细看过南海酒店施工现场 走一路问一路,让夏小兰回答 夏小兰只能回答装修的部分 宁艳凡对主体建筑的设计 他还真不是全面了解 毛康山跳脚大骂蠢货 骂完了,却蹲在地上捡起树枝又写又画 给夏小兰讲解 夏小兰只能陪着蹲下 不敢不认真听啊 老毛显然已经进入了教学模式 原来,毛康山的课讲得这么好 夏小兰也是听过宁艳凡讲课的 深入浅出,从最基础的讲起 毛康山是另一个风格 他拿宁艳凡设计的南海酒店当模板 直接把宁艳凡的思路扒了 两人齐名 毛康山对宁艳凡的设计肯定能看透 他用宁艳凡的设计在教夏小兰 有的地方,夏小兰根本听不懂 毛康山也不哄他,不惯着他 哪里有半份研讨会上昏昏欲睡的颓废啊 精力好得不得了 把夏小兰骂得够呛 骂完人呢,他就揉碎了 给夏小兰讲一遍 一个点讲完,也不管夏小兰有没有消化 就告诉夏小兰他需要看哪些书 有些书是华清建筑系本科的专业内容 有些书明显超出了本科授课内容 夏小兰都没接触过 赶紧拿笔记下 看毛康山讲得嘴唇起白沫子 他赶紧递水 老师,您歇一会儿再讲 还有,咱们能不能别蹲地上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您这有了岁数 蹲久了,猛然站起来 我怕您投昏 毛康山咕咚咕咚灌了一杯水 写什么 我替你急啊 你基础知识落后太多了 夏小兰真的不是落后 马上开学才是大二 就建筑系学生的水平 他其实是超前的 毛康山说的落后 是和宁彦凡的孙女宁雪比 宁雪年纪很小 宁彦凡就开始给他打基础 毛康山对别人的孙女本来也不关注的 但对方偏偏和夏小兰一个学校一个系 还一个班 他不想夏小兰过些年会发出 寄生于和生亮的感叹 要做就做第一 不要和人并列第一 什么滑青双胶啊这种称号 毛康山不想听到 毛康山本人也听够了 北宁男毛呢 不过 毛康山被夏小兰一说 还是慢慢站了起来 夏小兰说的对 他上了年纪 得好好保养身体 要不也教不了夏小兰几年 不能看着夏小兰把宁彦凡的孙女超过去 毛康山就是死也闭不上眼睛 对对对 超过宁雪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要和宁彦凡较量 想到南海酒店的投资方 选了夏小兰的装修方案 却把宁彦凡原本的旧方案驳回了 毛康山背着手在施工现场一圈又一圈地转 真是说不出的得意 杨永红站在远处 眼睛里流露出羡慕 不羡慕夏小兰有钱 羡慕夏小兰能跟在毛老师身边学习 建筑系和土木系时常分分合合 毛康山这个建筑大佬 同样是土木大佬 李栋梁看杨永红羡慕 就问他 你怎么不去一起天天 杨永红挠头 李经理 你别骗我 这不是一回事 做人得知道分寸 小兰好心给他介绍了兼职 拿着一个月四百块的高薪 杨永红一定要干得出 对得起这工资的活 他是拿着钱来上小课的吗 他厚着脸皮去听听 小兰肯定不会有意见 但杨永红偏步 收回羡慕的眼光 杨永红问李栋梁 李经理 不是说来要去点货吗 对 那走吧 待在这里心痒痒的 那干脆就别看 杨永红转身离去 李栋梁在他身后 神情其实是满意的 夏小姐这个同学确实不错 吃苦耐劳还有本事 最重要的是人品 知道记住夏小姐的人情 羡慕夏小姐能败到毛老师门下 却没有小心眼嫉妒 李栋梁和葛剑师兄弟一体 自然比别人更清楚 毛康山现在的态度 是夏小兰花了多少心思换来的 师徒名分已定 带一个学生和带两个能一样吗 人就是应该知道进退 不要贪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想要什么就自己去努力奋斗 而不是仗着情分和脸皮占便宜 这一点 杨永红做得还真不错 如果夏小姐多几个这样的同学就好了 李栋梁对此颇有想法 夏小姐是要干大事的 这点她和葛剑早就知道 夏小姐做服装生意和开剑彩店 铺垫那么多 其实还是为了房地产生意 房地产这个名词 是李栋梁献学献用的 不管做什么生意 夏小姐都需要有帮手 李栋梁寻思着要和刘永谈一谈 看看能不能花点心思 把杨永红彻底抓到手里 商大的公羊能替他们工作 为什么华青的杨永红不能 总要试一试嘛 李栋梁大步追上去 夏小兰跟着毛康山在施工现场教学 毛国盛陪着亲妈宋大娘 在香蜜湖游玩 到了蓬城后 毛国盛的心就像一颗水珠 掉到油锅里 噼里啪啦游星子四溅 他的心就是那颗水珠 不容易游 却被油锅的高温吓坏了 国盛 我看你像是有心事 宋大娘文化不高 却好歹和毛康山当了大半辈子夫妻 观察力并不差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毛康山的确在生活中处处影响着他 大道理 宋大娘讲不出来 他关注的都是家人的小事 比如 毛国盛到了蓬城后的心理变化 全被宋大娘看在眼里 面对母亲的询问 毛国盛一时没回答 他是在组织语言 不知道怎么说 在宋大娘的目光下 毛国盛硬着头皮 把自己的担心说出口 小夏安排人带着我们到处玩 却不知道带着我爸干什么去了 妈 您就不担心哪 我看这个小夏 形势高调 好像有花不完的钱一般 他的钱哪来的呀 你想过没有 这别是 毛国盛说不下去了 宋大娘叹了口气 我看小夏人不错 你有疑惑 为什么不自己问 就算不能开口问 你可以自己用眼睛看 毛国盛占红脸 他问了一回 夏小兰没说呀 平安 我 城堂 幸福 都西容 水 水 penet